火车快飞穿越屏东竹田也开进时光隧道 1939年兴建的竹田驿站是台湾仅存的18座木造火车站之一 柱子一端是木头,尾端连接水泥材质,防潮湿也防虫已侵蚀 跟着镜头弯下腰探头看,半圆形的小洞暗藏玄机 因为我们这边怕潮湿会有水气,然后它那个可以通风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有小动物可以从那个地方拍来怕去 老火车站功成身退,隔壁竹田一园阳光洒落格外惬意 有摄影纪念馆,图书馆,让老车站增添色彩 屏东六堆以客家族群为主,忠义词是当地居民的信仰中心 敲响终身,达从清康熙六十年开始说起 朱一贵事件,六堆人叙保家畏土 后人特别新建中义词,表扬先烈门的忠勇精神 这个先贤先烈,那他们英勇,然后圈了身躯 然后我们就把他的英灵请来这边,感谢他们保乡畏土 宁静的屏东小乡镇,一股肉粽香飘散在巷弄里 飘香一百年的粽子,由虾米和香葱负责提味 粽叶选用月桃叶才是美味关键 还曾经赢得客家第一粽的美名 一颗小肉粽打响屏洞内谱的名号 周秋二一欢迎来造访 前往客家文化园区了解客家文化 或者参观酒厂平常美酒 游地区号里找不到六堆 它是隐藏在客家族群心中的好花园 竹田驿站里木造的原始 弯道小巷中肉粽的香气 在屏东点滴酝酿 六堆的客家风情让我遇见感动时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